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蠻多都是講到說因為烏鵝戰爭的發生 讓他們開始想說 我身為一個民眾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為我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伸出我的援手幫助其他的民眾 也開始可能也試圖掩蓋這些罪行 Russian citizens don't surprise me anymore 再來 走 啊 以前雖然我當過兩年兵 總覺得那個時候學到的東西好像不足以應付現代化的戰爭 所以想說那就找個可以訓練的地方 把自己加強一下 那主要就是說如果真的哪一天被教招了 那是不是相對的可以在比較安全的機率下回家 其實今年就是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後更有這種感受 就是說雖然就是 雖然說就是國際的社會大家都會說要幫忙 可是真正等到來救援的時間 也許不是這麼快 那我們台灣人還是需要有一些 就是自己自我防衛的一些 就是要有一些能力啦 那 國際社會介入台海安全的關鍵 唯一關鍵就是台灣人民抵抗的決心 那烏克蘭戰爭再證實了這樣子的說法 就是只有當人民自己有捍衛自己國家的決心 展現出來很強烈的決心 並且採取行動的時候 他才能說服這個國際社會說 我有意願來捍衛我國家 所以請你協助我 快點 快點 A4機箱給護 古斯塔布發射了 超死 好 有沒有用信 有 好 FI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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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你那有煙 FI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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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 有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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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 會有煙了